而迈入第十个中年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活动 11号已经在路野高台正式的开幕登场 而11号的晚间举办了开幕光雕音乐会 找来了知名的音乐团体831加持 吸引了大批的人潮涌入台东路野高台 创下了热气球开幕首日 游客人数最多的记录 也欢迎花年的乡亲可以前往台东的路野 一起来体验一下热气球活动 路野高台的草地上聚集了满满的民众 他们都是准备要来看热气球光雕的民众 而这也打破了热气球光雕音乐会的记录 3 2 1 Let the show begin 造型可爱的热气球在主持人的倒数声中 在黑夜中亮起 并配合音乐的节奏 雷射灯光以及烟火 呈现光彩夺目的视觉效果 县长劳庆林也带领民众齐声喊出 实在感谢你 并一同见证台湾热气球嘉年华 迈入第十年的里程碑 我们真的要感谢所有的热气球飞行员 他们经历了最严格的防疫的检验 带着一颗热气球的心来到台湾 再加上我们的热气球国家队 今年因为有各位的参与 我们今天迎来了史上最多人的光雕音乐会 给自己掌声鼓励好吗 谢谢 那我们今天呢是第十周年 所以我希望大家跟我做一件事 我们叫实在感谢你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讲 实在感谢你 我数一二三 我们跟左右的朋友 实在感谢你一下好不好 一二三 实在感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除了热气球光雕之外 压轴更是邀请到知名乐团八三一进行表演 让现场的气氛嗨到最高点 县府交官处表示 开幕的首日 上下午以及晚间的光雕音乐会 初呼约吸引了十二万的游客造访 而在未来的五十天里 也会持续为游客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记者陈静玲路也相报导 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